所以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这个社会学在探讨 当然就是传统社会形态之下 那么遇到了冲击 那么进入到了现代社会 所以呢这个产生了这个 在经济或者是政治文化三大面向上 这样一个冲击之后呢 产生一个社会的一个转型 那么到底呢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传统社会跟现代社会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么呢首先你可以看到 在整个这个社会结构上面 传统社会呢它通常例如说 你可以想象像是农业社会 它比较呢这个同质性比较高 比较封闭 而现在社会它当然比较动态嘛 流动性非常的高 而且呢甚至我每天呢都可以呢 这个看到我在这个 这个葡萄牙的朋友 他呢到底吃什么早餐 是的 所以呢这个流动性非常高嘛 我可以随时看到圆端的人的 他的一些资讯 所以我们想过一件事情 在这个 从前哦以前社会你想想看啊就是对于你的你的奶奶而言的阿嬷就是那个主自辈那一代的人而言哦 诶 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呢就是 竟然呢就是可以拿起手机就帮人家拍一张照片 以前他可能在那个什么敌片的年代嘛 或者是呢他也没有想过说呢 诶我竟然呢可以呢就是拿着这个手机打打字 然后呢就可以这个远在这个地球另外一段的朋友就可以呢收到我的讯息 他们以前可能是写信的年代嘛 所以呢你可以每天看到别人吃什么早餐 在IG上面就可以看了对吧 所以呢诶每天看到别人吃什么早餐这件事情可能对象来说 根本就是一种物术 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事实上呢这当然就是传统跟现代有很大的不一样 这也是现在社会里面产生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断裂 那么呢这个数位应用的这个工具呢它产生很大的不同 所以呢这一边哦来帮同学们呢把这个传统跟现代呢把它整理起来 这边呢有一个词 同学呢可以把它特别的留意起来 叫做非正式互动跟正式互动 这两个词呢它的意思哦 事实上它是这个社会学的用语 非正式互动它其实指的就是 比较容易是面对面的交流 这个叫做非正式互动 比如说啦你跟你的这个父母亲 常常呢就是属于这种非正式互动 是直接的面对面的 范围比较小的可能就是你们两个人 你们三个人彼此之间的交流 这种是叫做非正式互动 它是一种透过情感的直接面对面的交流 那么所谓的正式互动呢 它可能呢就是范围比较大的 甚至呢是间接的一个互动 它可能透过通讯科技软体 比如说啦同学们 这个你可能呢知道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疫情之下呢 他就线上上课 那么呢这种非正式互动跟正式互动有差别 事实上正式互动呢它可能呢是范围比较大的 而且有透过这种科技软体 AA线上会议线上的上课 那么这种呢就是属于呢这种所谓的正式互动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呃非正式互动跟正式互动 它取决于呢你的这个情感交流的一个程度 所以呢你通常呢跟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应该都是非正式互动比较多吧 那么通常呢跟你的家人啊 或者是你的亲密的人啊 就比较不会呢从事这种太多的正式互动 对吧 那么这种太多的正式互动比较多了 这边呢请同学们呢再把它这个留意起来哦 在这个生产组织上面呢 传统的呢是地缘血缘 也就是说呢 呃例如说啦一个村落它可能全部都是这个 呃农村 或者是呢它一个海港的一个小城市 它呢可能就是都是这个渔港嘛 都是这个渔村 所以事实上会有地缘跟血缘的关系 或是这一整座山都是同一个部落的 所以事实上只有地缘血缘的关系 可是呢现代的这个模式 请问一下 你知道住在你那一栋大楼的隔壁邻居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对不对 你呢也不知道它到底长怎么样啊 所以呢为什么现在会有所谓的孤独死 孤独死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在自己的大楼里面 然后过世了 也没人发现 难道发出那个丝臭或是那个捧亲友联络不到 才发现因为他过世在家里面了 所以事实上这就是 呃现在社会跟以往的这个社会呢 它的组织产生很大的一个变革 那么呢现在比较着重的是这种科成体制 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整个生产组织上面 以前呢可能地缘血缘关系 反正一个部落都一起去打猎 可是现在的科成体制呢它是每个人呢这个 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职业 而且呢它很着重这个事权的分工 也就是说呢你的这个专业分工 是科成体制最着重的 你呢专业在哪里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这就是科成体制的一个特质 就是科成体制作的专业 我来讲了 接下来这一边呢 再带同学们来看一下这个家庭的部分 那么呢家庭的部分呢 在传统社会里面就是所谓的这种扩展家庭 扩大家庭嘛 就是一天奶奶叔叔伯伯阿姨舅舅 通通都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 三合院四合院 这种扩大家庭扩展家庭 当然呢现在这样的一个趋势比较少了 谁跟自己的 这个什么叔叔伯伯阿姨舅舅住在一起 没有嘛 现在连跟公公婆婆都不想住在一起了 是吧 所以呢这个这个扩大家庭 当然就越来越少 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统计趋势里面也可以看到 你们猜猜看 台湾的平均家庭人口数 有多少人 一个家庭的平均人口 三个 是的 台湾的这个平均家庭人口数 差不多就是三点多个嘛 那么呢基本上就会发现 这是小家庭的一个趋势 所以事实上这个台湾的整体的这个家庭呢 形态上变得越来越多元 那么在这边呢我写上了这个核心家庭 那么同学知道就是核心家庭它到现在都是台湾的一个主流 大概呢占台湾的这个家庭形态的34% 可是呢同学们要注意个趋势 如果我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在这20年来台湾的家庭趋势 核心家庭虽然是主流 但是20年前核心家庭占50% 现在只占34% 为什么 因为核心家庭它的趋势越来越减弱 它代表其他的家庭形态在上升 其他的家庭形态在增长 那什么样的家庭形态在增长呢 什么样的家庭形态它在往上升呢 例如说单人家庭 单人家庭的成长比例呢很高 也就是说一个人也是家 对啊一个人不是家嘛 你就是去上班啊 然后呢回家呢 诶你一个人啊家里养只猫 这不叫家吧也是家啊 虽然这个单人家庭它的比例上升 还有呢像是这个顶客族 就是这种夫妻这个两个人的 这种这个double income no kids 就是这种所谓的顶客族 诶它的比例也是在增加的 所以事实上呢或者是像是同居 同居的这个家庭形态也是在增加的 所以事实上我这边后面夸号一个多元 它其实代表就是其实家庭的形态越来越多元 那么呢这个核心家庭它虽然还是主流 可是它有越来越下降的趋势 那么呢家庭形态它是越来越多元的 好的 所以呢这边的同学们可以发现呢 这个传统社会到现在社会的家庭形态 也产生一个转变 那你会说为什么现在小孩子越来越 小孩子越来越少 那是不是呢就是年轻人啊 就是这个好意勿劳之想享受 不想要生小孩 那你也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哦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面 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小孩 除了死亡率比较高之外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假设农业社会里面生了小孩 小孩多大可以去夏天帮忙工作 可能八岁十岁它就可以夏天去工作 它就可以成为经济生产力的来源了 它就可以去耕田了 对吧 那么现在孩子要到几岁才可以自力赚钱 不行嘛 八岁十岁不可以去当童工啊 那么八岁十岁不行 那么可以几岁 22岁大学毕业 未必啊 现在可能念研究所啊 然后呢 这个也没有立刻就业啊 所以其实至少好最少你就是要念到个这个20岁 22岁 所以呢 其实它的这整体的这个养育的年限变长了 所以当然这个小孩子的这个 小孩子的这个数量 哎这个也是减少的 也是很重要其中的一个因素 不是吗 好了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然后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把这个表格给完成 来做一个这个说明 好了 那我们就要回来 继续来看到这个地位取得的部分哦 那么传统社会跟现代社会呢 有一个这个在地位取得上面一个很大的差别 那么这个地位取得的部分呢 在今年的高考也有考出来 那么这个部分啊 我们先来让同学们了解 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用词 这边呢 请同学们呢 可以把它这个标起来哦 它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社会学的一个专有名词 那么呢 叫做归属地位跟成就地位 其实这些词我都会在后面再做更仔细的介绍 包含像家庭的部分啊 整个趋势啊 或者是这些地位 那么同学们只要先有个概念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这个归属地位跟成就地位呢 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呢 这个归属地位啊 它比较像是在传统的地位的取得的一种方式 也就是说呢 你的地位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于你的家庭背景 例如说啦 你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他含着金汤池出身 什么叫做含着金汤池出身呢 那么指的就是呢 哎 他天生家里就很有钱嘛 是这个贵族的这个 的这个世家嘛 所以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家庭 背景哦 他就会决定你的身份地位 例如说啦 呃 在某一些地方他可能有一些氏族 例如说啦 这个成性 可能在呢 这个姓成可能是在某些区域里面是大姓 那么呢 他可能就是一个这个当地的这个名门望族 所以事实上 你的家庭背景 你的姓氏 你的血缘就决定了你的身份地位 这种就叫做归属地位 这叫做呢 你天生与生俱来的 呃 获得的这个血缘的这样子 呃 天生而得到的一种地位 这种叫做归属地位 那么这种归属地位 大多是来自于呢 你的这个家庭背景 相对于归属地位呢 另外一个词呢 叫做成就地位 什么叫做成就地位呢 他比较像是 你个人后天努力而得来的身份地位 例如说啦 同学们现在在准备国家考试 所以你很努力的准备考试 然后你考取了 考上了之后呢 你会变成这个 国家呢 这个合格时售的这个公务人员 那么你考试而得到的这个身份地位呢 就叫做成就地位 你经过考试 或者是你的学历 你的学历事实上 它也是一种成就地位 你透过努力写论文 而得来的一个硕士学位 这种就是你的成就地位 不是吗 现在论文要很小心 对吧 这个论文的这个议题哦 就是好好写 同学如果现在是研究生的话 论文要好好写 知道吗 这个好好写论文 那么当然这种就是 你透过你的个人努力 得来的 这个呢 就叫做成就地位 所以你可以发现呢 在传统社会里面呢 比较强调就是你的归属地位 你家是什么样的背景 那么在现在社会里面呢 诶很强调的就是呢 你透过你自己个人的努力 例如说他白手起家 而创立了这个红海集团 诶像这样子的一种呢 就是这种所谓的成就地位 所以呢 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归属地位跟成就地位 它事实上也是传统社会 到现代社会的一个差异 好 那么这个是地位的取得 那么接下来呢 是这个价值观念的部分哦 在传统社会里面呢 比较强调的当然就是这个人情 或者是呢 会强调的就是你的这个宿命 就是例如说啦 会跟你说 啊女人呢 就是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什么叫做女人 就要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如果呢 就是遇到那个什么家暴啊 这个传统的女人就会被说啦 你要以家庭为重啊 孩子还这么小 啊这个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这个忍一忍就过去了 有听过啊 这种在传统社会里面 发生的这样的事情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面呢 我们讲求的是自由嘛 人是有身体自由的啊 理性啊 自由理性 平等 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价值 所以呢 女人就该被打吗 女人呢 就应该遇到家暴 说就要委屈求全吗 其实并不会 现在告诉你说呢 其实你可以打这个家暴专线 有很多的资源 可以来席助你 而且呢 你不需要呢 就是这个忍气吞声 事实上呢 你是有你自己的这个权利的 那么 不用为了孩子 会需求全 你也是独立的个体 不是吗 所以事实上 就是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也会有这个价值观念上面的一个不同 那么再来呢 在利益取向上面呢 是这个属于这个集体主义 而呢 在现代里面呢 讲究的是个人主义 例如说啦 在这个传统社会里面 可能会讲的就是 某一个部落 某一个族群 那么整体的一个集体的利益 而现在社会呢 讲的是个人嘛 个人的这个 每个人 不同的这个想法 自我实现 那么在这个传统社会里面呢 当然也强调的是 比较是权威式的 而现在社会里面呢 强调的是这个 所谓的平等原则 所以呢 你也看到以前的这个教育方式哦 父母亲呢 可能会是这种 诶打啊 骂啊 或者是呢 诶我说什么你就要听 或者是呢 你会看到有一些这个 呃 这个传统的这种家庭里面 他可能会说啦 这孩子是我生的 我就可以打他 那么听过这句话 但事实上 现在社会里面 我们讲究的是平等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随意你打骂 你一定要尊重其他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 自己的意志心 好 那么呢 在这个社会变迁里面呢 在传统社会里面 是比较少的 因为比较封闭嘛 那么在现在社会里面 当然就是比较多 比较快的 你知道我们的社会变迁 有多快吗 呃 因为呢 我有在那个 行销系哦 教书 就是在行销系里面 当业师嘛 就是教一些数位行销 的一些这个概念 像商业摄影啊 或者是这个纪录片啊 或者是一些文案啊 数位媒材行销工具 要怎么使用 那我教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都会告诉同学说 你知道吗 其实呢 这些行销的工具 是日新月异 例如说 我在教他们演算法 Google的演算法 或者是呢 在教这个 这个 这个一些这个 行销的这个素材的时候哦 我会告诉他们 你现在学会了 等到四年之后 你毕业了 你到职场上 你要去行销公司应征 你这些东西都过时了 都老旧了 对 因为我有一间行销公司嘛 就是 我们行销公司呢 还得了就是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 这个新创团队 GCAMP的这个奖项 然后呢 得蛮多奖 各种奖 那当然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 嗯 最大一个问题就是 这一些行销系 毕业出来的学生 他们到公司 还应征的时候 他可能四年前学的那些技能 他其实到四年后 已经不能用了 演算法都不一样了嘛 演算法日新月异嘛 或者是这个拍摄的工具 器材其实都更新了 所以事实上 这也是整体的社会变迁 非常的快速 那么 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不想被这个社会淘汰 你就必须要一直保持着 不断的帮自己更新 你的资讯要一直更新 所以即使我考上公务员之后 我也告诉我自己这件事情 因为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公家机关 大家知道就是 你知道我考上的那个年代 事实上是录取率非常低的时候 因为那个经济不景气嘛 所以呢 这很多人很多人都去考公务员 那 大家考上之后就会有 另外就立刻有一个想法 就是哇 得到了铁饭碗 金饭碗 觉得这是一个永久的保障 可是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不想要 只会做公务员的事情 我希望 我可以 不断的保持自己 学习的心态 不断的去更新自己 对 因为我就是个地毯搜寻控 我觉得我应该要像海民一样 吸收各种新知 那 当然像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 的确它跟整体的社会变迁的速率比起来 的确社会变迁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当你停滞下来不去 学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一切世界都在往前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后面 对吧 所以事实上 就是即使考上公务员了 也要保持一个心态 就是 你不要以为就是铁饭碗金饭碗 你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 因为你怎么知道 未来的社会会不会裁掉公务员呢 你说不会啦 铁饭碗裁掉公务员就倒了 那你看看一些这个 意大利啊 希腊 这个也是公务体系里面 拖垮了整个国家的财政嘛 或者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 台湾跟这个中国的议题 你怎么知道哪一天 你会不会去北京上班 总之呢 就是 就是 保持自己 有一个 第二技能 第二专场 其实非常的重要 好的 这个是这个心得分享 要再跟同学们多做一点分享 好 那么呢 在这个个体差异里面呢 当然就是 传统社会同质性比较高 就比如说都农业社会嘛 大家都在这个农村工作 那么呢 这个现在社会呢 就是意志性比较高 一个社区里面的 大家都做不一样的工作 那么 在社会控制哦 什么叫做社会控制 这边先帮我写上 神圣性 什么叫做社会控制哦 社会控制指的就是 在这个社会里面 让大家遵循 社会规则的一种 控制的方式 那这个 传统社会里面 比较讲求神圣性 例如说啦 会告诉你说 举头三尺有神明 告诉你说 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些 这个说法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神圣性嘛 就是 有宗教的一个力量在 那么在现在社会里面呢 它比较强调的是正式性 例如说啊 这个杀人犯法 这个就是一个 法律命运的一个规定 所以事实上 这个社会控制 在传统跟现在社会呢 也不太一样 好 那么呢 这一边哦 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传统社会 到现代社会的一个差别 传统社会 到现代社会的一个差异 帮同学们整理起来了 这边的内容 同学们应该不难理解 就是传统社会的一个样态 到现代社会的特质 但是真正的考点 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首先呢 要帮同学们介绍一位社会学家 他叫做Tennis-图尼斯 也有人把它翻成叫做 腾尼斯 好 这一边呢 我先跟各位同学们 来解释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说到 社会学 它是一个西方来的学科 它是西方到现代的一个 这个 西方到东方 或者是我们现在学的社会学 很多是西方来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术语 专业的用语 所以有很多的词语 或者是很多的人民 它其实呢 会经过翻译 例如说 刚才呢 我们讲到的这个归属地位 跟成就地位 它就有很多不同的翻译 例如说啦 像是这个身份地位 或者是呢 有一些呢 可能呢 它在这个翻译上面 它都会用这个 不一样的这个词语 像是这个图尼斯 腾尼斯 每个人对于人民的翻译 也不一样 好 所以呢 这会影响到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请问同学们 考试的时候 你应该要写哪一个 有这么多不同的翻译 考试上要写哪一个 每一个社会学者 在台湾学界 大家所用的这个习惯的翻译 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正确的 一个标准的写法 事实上呢 就是在这一些词后面 加上它的原文 例如说啦 像是归属地位 那么呢 我可能呢 就会呢 在写它的时候呢 后面呢 我就呢 加上它的这个原文 我加上它的原文呢 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呢 就是我的这个词呢 我就可以 让人家知道 我在真正在陈述的这个词 它的原本的这个词语 是什么 那么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我们写在考卷上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 英文字 它可以凸显前面的这个中文字 让老师知道 这也是重点 也就是说 你在考卷上有个小技巧 你后面附上原文的时候 其实呢 你就在凸显前面的这个字 前面的这个词 因为你看中文是方块字嘛 一格一格的 那么英文哦 这种就是这个拼起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完全不同的形态 它在这个一堆中文里面 就会看起来很明显 对吧 所以其实这就是变相在画重点 让老师知道 哦我了解这个概念 再来第三个好处是什么 你有发现 你光是写归属地位 这个概念 这个词 就占了这么长的版面 对吧 所以呢很多人会说 我考卷都写不满啊 我考卷呢 都没有办法写这么多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这个技巧 事实上你附上原文 你这个版面就占了许多 不是吗 所以呢在这里面哦 同学们可以养成一个习惯 如果你心有余力的话 你可以把专有名词 后面的这个原文给记下来 那么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在这一本书里面哦 这个江湖人称小粉红的 这一本书里面 重要的专有名词 还有人名都会附上原文 这是因为这是考卷 还有在学术上面的 一个标准的写法 社会科学学术上的标准写法 以及在考卷上面 你也可以这样子使用 它会看起来让你觉得 让老师觉得你很专业 而且呢 不会把这个词语混淆 而且它又可以很帮你占版面 所以呢 如果你心有余力 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觉得 你记不起来 背不起来 没办法理解的话 那你至少做到一件事情 当你看到这一些词语的时候 你看到原文 你可以去想到 它是什么词 它有什么翻译 你至少做到这件事情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 它可能会给你不同的翻译 因为不同的这个社会学的这个老师 他可能翻出不一样的词 但是不论他们翻什么 他们都会在后面附上原文 所以呢 你如果看到不熟悉的词的时候 你不要紧张 你去看它的原文 你知道它的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像是归属地位 有人也翻成叫做身份地位嘛 就是你原本的这个写原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事实上同学们 就可以来留意这件事情 就是它的原文 所指涉的那个翻译 那个词是什么 这个是你要特别留意的 你背不出来 拼不出来这些字也没关系 但是你至少要可以 看到这个原文 就知道是什么样的词 它的意思是什么 这样各位同学可以理解吗 好的 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 像是这个tonis 有人翻成这个图尼斯 也有人翻成叫做腾尼斯 总之都是翻译的不同 所以你不用紧张 你就是看原文 哦这个是tonis 好那么为什么要讲到tonis呢 因为我们前面呢 讲了这个传统社会 这么多不同的特性 还有现代社会呢 跟这个传统社会 这么多不同的差异 事实上呢 这个tonis呢 他发现了原来传统社会 跟现代社会 他思考到社会受到了 这个这么大的冲击 所以产生了一种这个转变 那么他把这种传统的社会呢 叫做社区体 或者是呢 叫做礼俗社会 而现代社会呢 他把它呢 叫做社会体 或者是呢 叫做法理社会 这边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边非常非常的重要 请同学们要特别留意 也就是说呢 tonis他发现了 传统的社会的人们 他就像是一个共同体一样 这个共同体呢 人们有共同的情感 共同的意识 共同的情操 就例如说 我个朋友 他是这个原住民 他说他从小都住在部落里面 那么呢 他就是 小学的时候 数学考不好 他从来都不会被他爸妈打 因为呢 他说他从学校走回家 大家都已经知道他几分了 然后呢 大家都已经笑过他一轮了 所以他爸妈 根本也不会骂他 所以基本上呢 在整个这个部落里面呢 他们是有共同体的 这种感受的 他们情感是一致的 意识是一致的 所以他说呢 他们这个结婚的礼书呢 这个要这个杀猪 然后呢 要这个 就是血迹 要遍布一个山头 那么他们认为 这才是一个 这个部落应该要有的 一个这个庆典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是一个共同体 一个共同的这个情感 那么呢 就是在这个特尼斯 他认为 传统社会呢 他其实就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共同体 一个这样的所谓的 隶书社会的一个样态 而现在社会呢 人跟人之间的共同情感 没有那么 没有这么紧密 那么比较像是法理社会 一切的规矩呢 规则呢 人跟人的互动呢 他是依照这个 法理来进行的 例如说啦 你跟你邻居怎么互动 没有互动 对吧 为什么没有互动 因为就是现在社会的 一个这个规范嘛 那么人呢 并不会互相的打扰 金水 这个 这个 金水不犯河水 那么事实上 这个法理社会 事实上一个社区里面 大家可能是按照 管委会啊 这个社区的 这个管理规则 来这个 彼此之间互动的 所以事实上 这个礼俗社会 跟法理社会呢 事实上就是 特尼斯他所区分出来的 好的 那么呢 比特尼斯更重要的一个人 叫做 图尔干 图尔干 非常非常 非常的重要 同学们呢 不妨在图尔干旁边 打上五颗星 图尔干呢 我们刚才在介绍一本 这个书籍的时候呢 有先讲到他的名字了 如果你翻你刚才的笔记 这本书 里面就有个人 叫做 图尔干 图尔干 他是社会学三大家之一 他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他会不断的出现 好 所以呢 这边我们就来看一下 图尔干呢 他事实上受到了 特尼斯的影响 图尔干 受到特尼斯的影响 他认为 传统社会 跟现代社会呢 的确呢 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而呢 这个传统社会呢 他像是一个 共同体 人跟人之间呢 像是在这个礼俗之下 共同的这个生活 所以呢 他所提出来的一个观念 就叫做 机械连带 这个机械连带呢 他指的就是 人跟人之间的连带关系 那么呢 就像是这个 这个机械连带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透过情感 人跟人之间 彼此面对面的互动 一种机械式的这种互动 相对于呢 现代社会叫做 有机连带 什么叫做 有机连带 我来帮同学们 来做一个比喻 如果呢 我们用这个 人体来做一个比喻的话 同学们 你的身上 应该有很多不同的器官 对吧 例如说啦 你有眼睛 你有鼻子 你有嘴巴 那么呢 你这个五脏六腑 各是不一样的器官 那么呢 这些不同的器官呢 其实它们是怎么来的 你有想过吗 事实上呢 就是一个 这个 你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瘦筋卵 那么呢 这个 在这个 妈妈的这个 子宫里面孕育着 那么呢 就是这个细胞呢 开始分化 分化成不同的器官 例如说心脏啊 皮肤啊 眼睛啊 嘴巴啊 鼻子啊 而分化之后呢 这一些不同的器官 它就各自有自己专业的领域 例如说啦 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东西 可是你的眼睛可以帮你吃东西吗 不行 你的心脏可以跳动 可以呢 带动这个血域的循环 但是你的心脏可以 消化食物吗 不行 也就是说 彼此之间 它们就像是有机体一样 各自有自己的专业 而且从中 这些专业 分工 没有办法再回去了 这个呢 叫做有机连带 也就是说 人跟人之间 它产生了一种 高度分工的状态 就是现代社会的样态 你拿人体来类比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人体各种不同的器官 它各自有自己的专业的功能 就像现代社会里面的人们一样 诶 树叶有专攻吗 有些人呢 可能是这个工程师啊 有些人可能是设计师啊 大家各自有自己的领域 这种就叫做有机连带 而这种有机连带呢 它透过这种科程体制的一个模式 就是一直性比较高 专业分工度比较强 那么跟传统的所谓的机械连带 它就像是传统社会一样 那么人们的同质性都很高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机械式的这种连带关系 它来自人跟人直接面对面的互动 这个就叫做机械连带 所以图尔干的这个机械连带跟有机连带 它是受到特尼斯的影响 而产生出这个机械连带跟有机连带的一个分类 所以呢 这个呢 是在它的这个社会分工论这本书里面 这里我帮同学们补充上去哦 图尔干的社会分工论里面 它就提到这件事情 传统社会跟现在社会到底有什么差别 分工上的差别 传统社会呢 这个分工没有这么明显 大家都在这个同一个社群里面 但是呢 这个 现代社会它的这个分工高度的分化 就像人体一样 各自不同的器官有不同的功能 所以这里面呢 就产生了一个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差别 就是从机械连带到有机连带 这里非常的重要 请同学们呢 可以把它给画起来 所以呢 这个机械连带到有机连带上面的一个差别 好 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我要带同学们回来看到我们的课本咯 同学请帮我看到在二支七页的地方 二支七页的地方 我一起带同学们来把重点给画下来 二支七页的地方呢 这个社会学家对传统与现代的一个解释 首先呢 这个在德国的社会学家图尼斯 认为人类社会生活中呢 有两种主要的结合形式 一种叫做社区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传统社会 它是一个社区体 一个共同体的概念 那么呢 就是从血缘跟地缘而来的 透过这个隶书社会的一个样态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社会 社会帮我把它画起来 它呢就是这个法理社会的一个样态 好 而这样子的一个影响 影响到土耳干 它提出的机械连带跟有机连带 这边第二点的地方 你帮我打上五颗星 机械连带跟有机连带很喜欢考 那么讲到这个传统社会 到现代社会 甚至到后现代社会 现在网络社会 都会用到这个连带 来去做这个解题的切入 所以呢 这边请你打上五颗星 那么下面呢 说法国社会学家图尼斯 在一起著作 社会分工论 画起来 它呢提出呢 社会呢 有一定的向心力 把成员呢 团结在一起 那么呢 原始的这种传统社会呢 就是所谓的机械连带 机械连带 就是大家相似 同质性很高 职业啊 信仰啊 那么都很高的一个这个情况 那么呢 有机连带呢 它其实呢 就是这个 不一样的一个发展 人跟人之间的高度的分化 高度的分工 就像我们的人体一样 这个不同的器官 无法取代 这个叫做有机连带 好的 那么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哦 这个 这个 雷德菲尔德 它比较不常考 所以等同学们可以看过就好 那么它是 湘民社会跟都市社会 也就是说 它把传统社会叫做 湘民社会 现代社会的样态 叫做都市社会 那么呢 这个当然就是 一样哦 是以这个传统到现代的 一个雏形 那么去做的一个区分 好的 所以哦 在这里面呢 有几个重点 要带同学们来看 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呢 它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差别 主要的差别呢 在社会学的这个术语里面来说呢 就是从机械连带到有机连带 什么叫机械连带呢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是直接面对面的情感 而有机连带呢 它是一种这个高度的分工分化的一个关系 好 所以呢 在这里面哦 这个表格呢 就帮同学们把它整理起来了 同学们并不只是要记起来 这个传统跟现代的一个差异 同学们更要理解的是 社会学家给他的名字是什么 社会学家给他的预言是什么 也就是说 社会学家怎么样称呼传统的社会 就叫做机械连带到有机连带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传统的礼俗社会 而现代呢 是属于法理社会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我请同学们一起来帮我看到呢 在这个课本上面的二支八页的地方 那么在二支八页的地方呢 这边呢 有一本书叫做共同体与社会 所以呢 请同学们一起来帮我阅读这一个小框框 二支八页的地方 这本书叫做共同体与社会 请同学们一起来阅读一下 给同学一分钟的时间 谢谢你们 同学们 别 Georg histoire 咁 arla 咁 一点 folder телеф 분들은 紫 叫 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同学可以看到在二芝八页下方这一本书叫做共同体语社会 它就是Tennis所写的这本书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边我帮同学们把这本书的精华摘要出来了 而且这个作者你有没有发现我故意在二芝七页的地方把它叫做图尼斯 但在二芝八页这个作者发现的地方我把它叫做腾尼斯 我要让同学们习惯一件事情因为呢这些人名还有很多专有名词 其实都是西方翻译过来的 所以呢这些西方翻译过来的词它在翻译上常常会有这种文字上 中文字上面的这个差别 那同学们呢千万呢不要被这个中文字引导到错误的地方 那你要习惯看它的原文 所以包含人名或者是像是这个一些专有名词 其实你要习惯啊这个顺便把它的这个英文原文也记起来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本书在说什么 请同学呢一起跟我把这个重点给画下来 共同体与社会是社会学经典著作之一 刻画人类群体生活中两种结合类型 请你帮我在共同体上面写上一 共同体指的就是传统社会嘛 指的就是呢这个所谓的礼书社会 那么第二个就是社会 它把它称作叫社会 事实上呢就是法理社会 也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样态 所以他说啦前者是以亲属为金属 亲属其实把它圈起来 就是你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 而后者是以契约为基础 一种正式的关系 所以啦在这个社区里面呢 诶这个以前的传统社会里面呢 就是血缘嘛 这个同一个部落的人啊 同一个家族的人住在一起 而现在呢跟你住在同一个社区的 就是靠这个管理委员会 透过这个契约而建立起来的 对吧 所以那第二段的地方 这个Totin's认为呢 共同体的类型建立在以自然 为基础的群体上的实现 例如家庭或者是宗族 那么呢共同体呢 它形成一个比较小的 例如说啦友谊啊 师徒啊这种关系 所以事实上哦 共同体它会有共同的血缘啊 或者是共同的这个集体意识 共同的记忆 那么事实上呢 在这个农业社会之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呃 礼俗社会哦 逐步的瓦解 那么呢开始以理性为基础 第二段的倒数第二行后面 社会的形成基于理性的基础 理性性把它全起来 那么呢开始依据社会角色而产生 所以哦这个理性就开始 然后才要像这个理性化的一个社会了 好最后一段 共同体验社会的区分呢 成为西方社会学的基本范畴和概念 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呢 被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尤其是呢是这个社会学大师 图尔干维伯等人 那么也影响了这个人类学家费孝通 都可以看到特尼斯的语字 也就是说帮同学们总结一下 我们讲到呢社会学的起源 它其实就是在反思 我们此生此刻所处的现代社会 这样子一个理所当然的现代社会里面 到底是怎么来的 所以开始去反思 以前的这个传统社会跟现代社会的差别 那么特尼斯他的这个 共同体与社会这本书呢 他就区分了传统社会这种 同质性高写原亲属为基础的一个社会形态 而现代社会呢则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一种法理型的一种形态 而这样子的一种区分它也影响到了许多社会学家 所以例如说啦像是我们今天跟同学们说的图尔干 他非常重要请同学们打上五颗星喔 因为从机械连带到有机连带的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这个过程 所以他影响图尔干的这个社会分工论非常的深远 这边呢要请同学们呢来特别留意这个地方 好的 所以哦 你可以发现呢 我们在课堂里面来安排的这个内容喔 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的书的很多章节里面呢 都有这个像二之八页这样的一个小框框 我们把它叫做社会学经典名著 那这边呢这个社会学的经典名著呢 其实呢 我都会把这个社会学的一些重要的书籍 特别是容易常考的这些概念的这个书籍喔 我会把它的原点栽要下来放在这个小框框里面 那么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课程全部上完之后 这些小框框里面的栽要你都知道了 你都知道这些书在讲什么了 事实上你就也念完了这么多经典名著的栽要了 那么你把这些经典名著放在国考里面 你就可以引经据典 你就会看起来好像自己读过这么多书 其实没有 你只读了这一本江湖人称小粉红的这本书 但事实上你在写出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写到啊 例如说考出来什么叫机械连带 什么叫做有机连带 欸你就可以先去写到这个 Tonis他的共同体与社会这一本书 他的重点 然后影响到了土耳干 他的这个机械连带到有机连带 这个社会分工论的过程 不是吗 所以事实上这个就是帮同学们省时间 而且得高分的一个小技巧 让同学们可以在课堂里面读很多经典名著的栽要 然后呢 这些栽要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考卷里面去做答题 好的 好的